人家说人家看要比较清爽或者什么 要一直心的 你不要说做PowerPoint花花的 没有重点的 你也不会用字大小都不一样 以我们资讯传播讯学生来说 那是不合格的 所以老师希望同学 要有一个 把PowerPoint在这一期 你们自己看一下 那你们的报告 也要按照这样来做 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也就是PowerPoint你们 在五月或六月报告的时候 你们就展现出来 不然的话 你们这个专题可能 就做得不是很好 好那我们今天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把定义稍微讲一下 老师是借用别人的讲明 因为 对不起 因为这个 数位学习这个课本好像很少 而且 也没有人出这些课 课本 所以 老师暂时就没有说用到课本 然后我们拿一些讲义 还有老师做的一些东西给同学看 再增加一下两位教授大概要上 上大概有六节课 六节课的这个资料 那一位是从台北 台北请来的 可能下下礼拜我们就会 开始下下礼拜台北郭美 北美馆 北美馆的一个研究专员 那高雄科工馆 当然有个老师也会过来 也会教我们 大概是在做一些 数位检查的东西 好那我们会看一下 数位学习制作的元素 虽然工具有很多 数位学习元素太多了 你用PowerPoint做 你用影音视讯做 或是你用录影的 或是你用动作分析讲解的 或是动画的 它的种类非常多 所以你要做一个数位学习 其实 它的工具 运用的是很多 它也不会说像 以往我们老师教 教书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 买一本课的 或是黑板上的抄 我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 老师一开始教数学 就开始抄黑板 黑板一直抄 抄了半节课 才开始上 所以在这时间上来讲 就浪费很多 而且教学的效果 不会很好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从一点 数位学习的方式 来看看 我们数位学习它的目标 它到底有什么 同学可以从 我们的讲译里面 可以看到 那再来看看 人家怎么做数位学习的 也是从网站上 找到一个 我觉得这个网站还不错的 同学如果要了解数位学习 你就老师介绍你这个网站 你们自己去看 当然我们商合会播 它怎么做的 做的是很重要的几个因素 跟精神 它如何去制作 我让你去谈歌 ologia 是 文费 全体系 都 融在